香港男子甲組籃球常規賽 在修准室內場有香港東方對著藍華 機拔仍然是文莊一道 未可以為球隊上陣 藍華這邊有陳章敏做助教 他們今天有朱亮為你正選 希望一套上場的呼氣 先看第一節的賽事 這邊看到朱亮一出來 助攻給了曾沾元 有一個外圍的投射,先開記錄 接下來有徐遠誠 一個Long 2 但徐遠誠第一節在很短時間內 有很多犯規出現 令他早早被收起 對,這球是徐遠誠的第三範 再看看曾沾元的後轉新領 避過了梁家謙,下手放回 拿到這兩分 然後朱亮,3分的外頭 是一個Wild群 今天他真的有熱身 朱亮在全場比賽中取得35分 內外兼備 另外這邊就是徐遠誠 今天他的防守值得一讚 當球隊幾位高佬要五番離場的時候 其實他在內線交了很多防守表現 先看這邊有一個外圍的投射 都是來自朱亮 今天就押了對面的高佬 他都沒用 經過第一節後,藍華領先東方 24比19 蘇利文一個插板 為球隊貢獻多2分 麥樂蓮 撞到來,撥到M1 陳曉豐手去不住 試試,楊家俊來 也讓他入到3分 在這一節來說,麥樂蓮還是熱手 這球不入,不要緊 因為徐遠誠,搶得回 再給他保籃 看這段時間他已經取得7分 麥樂蓮在第二節 這個階段也是內線和外線 得分都非常順利 這邊就是張延龍 像他裡面用右手的上籃 朱亮,這一刻就拆認給隊友 郭予婷,看到全空 立刻起手,3分名中 停到比賽的後段 似乎膝蓋撞到受傷離場的情況 接著這邊看到葉耀邦 穿過兩個的防守 突破2分成功 葉耀邦也打得挺銳利 得分也有雙位數 麥樂蓮因為過範的問題 其實在上場的尾段已經坐下了 不過不要緊,有他 徐遠禎,後轉身 一個中距離Fadeaway 獲得這2分 梁士華已經遮蓋他了 那搬長遠 藍華領先44比42 到了第三節的賽事 是否朱亮 打開兩下 射回擦板,想著不要緊 因為葉耀邦拿到正攻籃板 就捉到麥樂蓮的第四次犯規 其實東方在第三節的開端 真的很慘 麥樂蓮又犯規了,這邊徐遠成 再一次犯規,形成了一個局面 就是布月陽、四範 麥樂蓮和徐遠成都是四範 然後在這個階段 唯有用布月陽來捱 捱得多久 這邊看到葉耀邦在罰球線上的 起跳命中兩份 這球是朱亮下手給了葉耀邦在罰球線 看這邊,葉耀邦成功封鎖 好,接著Skwina出到朱亮的三分球 朱亮的確在今天的得分方面相當順 但我覺得這一節方面 其實藍華沒有更多球員 站出來拿更多的分數 這邊就是朱子勇 朱子勇作為在下半場 香港東方的一個X Factor 他全場得到14分 外圍投射仍然非常準 這邊更準的是嘉顯的外圍投射 所以也是三分命中 對,我們說這場球三個球員四範的時候 幾個東方的小章都升上了 不過這邊看見余里洋 偷到布月陽這個球 成功做了一個上籃 余里洋今天就一般了 似乎手風只有4分的進帳 繼續看著朱子勇 雖然這三分不中 不過厲害,徐遠征勤力 在進攻端上連續的起跳 都被他貼得到 基本上第三節其實那些防守 基本上攻防力量的擔當 就是徐遠征 經過三節後就63比61 東方暫時領先 這個第四季的賽事 看到Tommy這個球封到 又打算反擊 值得一提的朱子勇 今天開手之餘 亦捉到佛月陽第五次過犯 他就要在如下賽事坐下一會 當Cimba、佛月陽午飯之後 大家都以為麥樂蓮出來 希望他捱到尾,首要任務 但捱到尾就難一點 先看這邊,蘇利文 其實蘇利文在第四節出來 中距離和外圍投射都很準 穩定性很高 令他在护得分方面 又是貢獻到很多出來 扔到這邊,阿廷 往來中間 即地打起跳的就是葉耀邦 這個時候就因為麥樂蓮有四番前身 所以其實你看到防守方面 他不敢太大動作 朱梁,背身這一下 說是很高難度 但對他來說,他的頭沒有難度 葉耀邦的罰球 完成了 其實雙方互有領先,他的第四節 這球也是金場球 外圈的金球 看到麥樂蓮拋環一步 這個應該是另一個攻勢 因為是麥樂蓮第五次的過範 朱梁就用臉去打印著他 捱走了,麥樂蓮 當藍華成功捱走了麥樂蓮之後 其實你看到藍華球員很興奮 因為他們覺得 勝利的天平落在我們身上 只要我們穩定拿回就行了 但是防守方面似乎給了多少空間 東方五矮的陣式 進到中間的位置,又是見到你,朱梓蓉 朱梁的前步 進入了這三分 這球終於成80比80平手 來到後段,我認為藍華方面 在打壓、罰球方面的命中率 真的一般 還有曾朱梓蓮也炒了四個佛頭 令到他們去到尾段 似乎是得分方面不太順利 結果東方就憑著接連的兩分得手 在尾段,86比80 擊敗藍華 到尾段就只剩下幾秒也沒辦法 曾朱梓蓮再上來也沒用 6分的分差令到他們在後段相當被動 打一個批都不夠,打兩個批才行 但結果就是Man Sir在把持著局面上 背負這麼多壓力的情況下 都可以頂得住 最後東方贏了6分的分差 86比80 好嗎 赶索 motiv 停 到